全爆了 还在持续的开速度 没有解 但是被约点天地抽到坏了 这一波对于永远来说好亏呀 因为有第三队 他没想到有第三队 已经被补掉了 他们扫的 刚才就想过了 FM左边是CTG 右边是DT 那他这样 这队伍纠缠 只有CTG一个人在控了皮卡罗 哦 开到巴卡巴卡的脸上 这是真开脸上了 天地还是探出头来 直接先送了一个 我都觉得打一个都亏了 这个距离因为太近了 这样FM可以从 FM直接去进城呢 并没有去贪图分数 上把是很贪分的一局 他这把也不小 通过上二号位 宝宝座 迷你一北 是的 这个时候边缘 蓝牌之间肯定有人卡 找中了 想反打 虽然说 效果还不错 但是由于自己血量太残了 他是一枪死 是 KRG好像被卡了 被小卡了一下 但暂时还没有出现 比较接近啊 这个圈形刷出来之后 还是会碰的 恩怨很深啊 但是为什么只有FM这么惨呢 来了 CDG选择一步 ALL IN 要直接打 哇 飞天大射 他竟然没掉血 我的天 王骚操这个落地 我甚至以为这波飞出去的人没了 他这个自由体操落地都要打十分的 我跟你说 还可以这样子吗 这个物理引擎 站得够稳啊 你有见过从天而降的长法吗 枪法枪法 这波算枪法了 是的 那个天啪啪啪把你打倒了 关键是他落地没掉血 你的心 哦 这里有雷战 刚才还在说呢 震爆弹第一的SMS 这个距离 先用雷去解决 自己被解决了一个 悬子绕底坡 想要去摸露露 但是烤鱼近点 能不能顶住这是个问题啊 烤鱼这个时候就是个鱼 哎呀 露露想回身 被打了背身了 是的 露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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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结束了 这个防战 最后 DT和CTG都还有人存活 这个这个算是比较远的 这个墙子四倍镜SKS 太远了 我觉得它不爽啊 奥迪斯连持两个圈 没错 直接开在脸上了 直接开椅 哇 这个是火力车 人多就是力量大 牙匹摁换两个 还是Lemon要扔雷 吃到远点的枪线了 赶紧和我撤一下 雷过来了 牙匹没有时间打药 很聪明往前跑了 刚好对手也没有去 这个持枪 但第二颗雷 没办法 水量太低了 是的 没有时间给他打药 这一侧也是 悟空在捏雷 Lemon刚好在打药 TYE和KRG的残编车 也是在互相的卡 没错 但是过点的路上 是被抽下来一个 全残编 其实悟空脸上的车队 全是残编 是 悟空也不知道激进圈的 他有一个圈编的位置 可以待 是的 就车马 不过来了吧 同样都是指挥 一个侧身 第一波没秒掉 小唐过来补枪 收下12月的分数 还剩坦克 我觉得坦克来得太慢了 A7要开到脸上了 SMS脸上准备接架 一个左右的枪线 直接夹掉了A7 哇 口鱼之板好顶啊 连打三个 C穿四 而且基本上就只有他的枪线 对 CY刚才两边也是对峙比较久 200斤 一个背身EK 起步打一个 罗斯克想往回跑啊 这个是有点难跑的 是的 旺仔和Monster都是残血 有这么烂 有雷 有火 三瓶火 其实可以封锁一下对方的位置 最起码你的枪了 取舍没倒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打药 虽然说应该是打到对方头 但是自己血量太残了 对 第一波没倒 但也算是尽快把队友喊过来了 你这雷卡还不错 但是DT的这个位置很受限制 完全在一个角度 ACG要来劝 但是FREGING部位是放倒了望仔龙斯克补枪 打到天地里打了一个侧身 Monster正面再放倒一人 ACG也要过来劝架 是的 龙斯克已经被烧倒 而且KRG也在往这个方向圈架 主要是这个打架的区域是在一个北侧 这边FREGING部位拉出来 将F2清理掉了 DT应该只有一个人站着的吧 想扶人呢 但是KRG也听到枪声过来了 SMS也压上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圈是一个难切 就在脸上 好心不舔 那个空头 仿佛就是为G波战斗而生的这个空头 零术这里应该是在扫DSS的车队 是的 七五 这边AKA放到了Lemon 是发现了KRG的残边 哇 烤鱼今天好顶啊 这一把 是 这个距离的扫车 烤鱼一个人在看南部圈内的位置 然后剩下三个队友在打圈外的战斗 其实这个时候确实不要练战 因为我们还要去抢位置的 背身 三倍镜差一点 这个死T的人 主要是ACC的枪线一直顶住敌T 让敌T过步去了 只能往SMS脸上走 ACC这波变相性的 就是帮了一手SMS的撤退 不然哪有这么轻松啊 它是波罗 这个 罗跑SKS确实有点难打 倒一个 接倒一个之后 倒的是一个中间位 又倒一个 关键是倒在了蓝白之间 是的 PTC还自己得先打许 现在蓝白之间还有一个人 平枪吗 平枪没掩体 队友没给架枪吗 自己被白了 吃蓝圈 真 我是真的觉得 不用上头 真不建议去 一批打过去 把人头拿了也还行 就是 这个人服不了了 倒地队友服不了了 这是蓝白之间呀 太上头了 是的 不过这把真是爽局 确实上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这里天霸已经把自己周围的裁面 也是清得差不多了 没错 DT最后只剩独狼 6-1 看能不能狗一个排名分 是的 独狼动车 然后动静有点大 所以CT想去把独狼拔了 嗯 来了 来了 最后一个人 听到脚步了 只剩Fogan 往前点 排点 很仔细发现了 直接手起刀了 干净利落 拿下这一分 他就是过来排的 是的 天霸走到DSS的脸上 也是去冲了 一波直接 RA 就是人太少了 DSS 3RA 2 其实是有机会的 可能地形还是太差了 你看它是个坑 一点动车了 车上先点下来一个 19 被95K抽下来了 我悟空这把的北边推进做的还不错 鱼人也是落点就倒 嗯 只有张哲一个在蓝白之间 他只能封音裸炮过去 没车了 他被蓝圈所赶的进圈 75发现CG的人 是的 泡泡一个手雷 炸倒了 远点这个枪线呀太多了 对 因为他高点低点全在倒 是 哎呀 站不起来 这个位置站不起来 是的 CDG就在这一条反坡 开始压制两支队伍 作战的空间 对 街宝在夜内持续的混 也不知道目前什么情况 还要救队友 以克雷直接补了 没给任何机会 慕自立直接 呃 将SMS考虑的分数给拿下 CDG三人把这个北部清扫干净 是的 42分 CDG有机会 刘瑶也是被上下枪线 悟空加天霸 加上枪线 最后由唐弟弟收下人头 是的 天霸在这一周当中 逐渐了找回了状态 是 场上线只有一个堵牢 就是张哲 张哲高在想服队友失败 他也难动啊 他也难了 好没有独朗了 现在我们场面 天霸的圈 因为这个圈内只有天霸四个人 这只有可能会打 呃 他们会指太近了 你知道吗 哦 悟空这里倒人 CDG会不会想压呢 他应该会很想 这个感觉压不了吧 过点 他只要 这个过点 圆点就够了 圆点就够了 圆点把分开了对吧 是的 拿分就行 真要压我感觉是不太好压的 着火了就可以 一滴鞋锁住 王头骚过点 你看这个压 你要压过去过点一定会被打 但他已经感觉就是不好吃鸡 哎 木子里这个栓剧 这把真的是出奇 关键林树如果这个后点 架枪的倒了就就难了 对因为摧销队友很近 他可以扶 但是林树倒了 林树倒了是扶不了的 做完啊 是的 光决赛圈 其实就已经有三个关键击倒了 坏了 坏了感觉这个节奏 坏了呀 在CTG的掌握当中了 是的 呃 这个现在目前情况应该是 木子里又是一把大栓 崔销如果埋不到人的话 就要 就 我感觉就难了 看七七这个跑位了 是的 崔销现在是个背神尾 他如果真的打不到人的话 天马这把就太难了 崔销出声 就很伤 对方是有时间打药的 崔销动了 崔销去切木子里的脸 一打一 木子里没打过 崔销 关键先生 被加了 现在 崔销和七七 把CTG两个人加在中间 是的 泡泡对抗七七 住吗 崔销继续也是出手 哇 推轮合 又打一个 很关键很关键 哇 七七跟崔销 这一波正反配合 是的 那还记得吗 这个没办法了 甚至王松桑很尴尬 他其实没什么掩体 只有一个车辆 好 这个时候觉得 正面应该没压力了 看有没有机会 再绕一下 还是二打一 王七七一直在跑位 是的 其实这个时候 只要两个人同时拉枪 王松桑是肯定挺不住的 就是在等 就是在等 七七找一个更近的掩体吧 这样才方便 两个人一起拉位置 不然的话 多少都会有点脱节 哇 崔销鹤 虽然说在那波 过点当中出现失误 但是在后续的决赛选当中 太顶了 他那个位置就必须要积到 不积到的话 真的就没了 是的 来了要压了 两个人同时动 七七和翠奇要同时动 王松桑现在看翠奇哦 发现了 不急 等七七到点 大背身 两边左右夹击 恭喜